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了这几把的游戏的话 终于拿到了我最喜欢玩的游戏家牌 然后的话先对一些 可能玩狼野杀这个游戏 接触的不太久的一些玩家说 拿到游戏家这张牌该怎么玩 我个人建议的话 因为你在逻辑可能发言 各个方面来 都不是特别OK的一个情况下 你在验人这个方面的话 可以去验一下 在场内你认为 比较厉害的一些玩家 昨天晚上 我实验的8号 好人 这样的话 你在搏得到他的信任的同时 他可以以他为支撑 然后他来帮你进行一个号票 帮你进行一个煽动 并且他可以去帮你找一些 发言不太好 并且帮你找到其他的一些狼人牌 就你有这种勇气 你敢反水 我就是自认出局 你看怎么样 你如果说对一些牌不怎么信任 你也可以去残忍一下他的一个底牌 如果他是好人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安心的去外周 找一些狼人牌 我验出来的精髓 我害怕他是个瘾狼 别的没有了 那如果说你验到他是狼人 OK 有叉叉当然是走叉叉了 还就是防止那种 倒勾比较厉害的人 就他可能站你的边 听到这一圈的发言 我在想是不是有狼倒勾我了 因为走狼他得活下去 二龙哥 东勾派掌门人 就不放心 你可以去验一验他 验出是精髓来 外周去找狼 验出是叉叉来 那OK他倒勾不了 反而会让其他本身对你啊 产生一些不信任的人 更加的相信你 是一张预言家牌 9号和1号 两个预言家里面 学的形象更好一些 讲道理是 1号的形象更好一些 就看我希望能够 跟着1号 躺一把好吧 把你的一个想说的 想要表达的 并且把你的一个思路 告诉他们 告诉那些 不太相信你的人 就3 他应该是摸到了一张 影囊牌 就锦上天之为发言 他说了的 他已经说了 我第一次摸云原家 这在我的眼里面 就已经飙狼倒了 因为已经开始在我 向我一张云原家牌 进行了一波汉票 OK 那就没有毛病了 那在出票的时候的话 当然是要出汉票的狼人牌呀 7号时先摸7再摸10 今天归9 好了 这么的话也不多BB 冤家这么的归票9号 不管是你验精髓 还是验茶杀 都是有两个逻辑 一个就是发言很差的人 但是你感觉还可以抢救一下 那个 你往我这边发言 你不会现在抱我个茶杀吧 这个应该不可能 因为他已经被干扰 所以不可能被干扰 我是个好人 万一摸出来是精髓 OK 他可能就是 发言差的好人牌 还有就是那种定狼牌 可能你在井上井下 几轮发言之后 你都感觉这个人已经听杀了 OK验他 就没有容错率 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我要打你这个漆 因为你漆井上点了我的身份 你是在明我的身份 因为你给我的一个反馈的信息 像在明我的身份 预言家确认 请订阅 我说说啥 这就是尴尬 完全OK 没有毛病 我的天哪 游戏 游戏规则 比赛 比赛 采取图边规则 狼人击杀掉全部平民 或者全部神民 则狼人胜利 好人投出所有狼人 则好人胜利 游戏身份包括 四名狼人 四名普通村民 以及四名神民 狼人包括 两名普通狼人 一名肿狼 和一名隐狼 肿狼 每天晚上和狼人一起行动 在其余玩家行动之后 再次行动 可以选择发动技能 将夜晚被刀的玩家感染 被感染者如果死亡 则在下一夜变身为狼人 且失去原本的技能 此后都和其余狼人一起行动 如被感染者被女巫救起 或守卫守住 则感染不成功 肿狼每局游戏 只可发动一次技能 隐狼 是伪装成村民的狼人 与狼人阵营共享胜利条件 隐狼夜晚不睁眼 也没有狼刀 被预言家查验时为好人 神民包括 预言家 女巫 猎人 和守卫 预言家 每晚可查验一位玩家的身份 是好人还是狼人 女巫 拥有一瓶毒药和一瓶解药 每晚只能使用一瓶药 全程不可自救 猎人 被狼杀死或被投票放逐时 可以翻牌并指定枪杀一名狼狼 被毒则不能发动技能 守卫 每晚可以守护一个人 不被狼人杀害 但不能连续两晚守护同一个人 若被狼人杀害的玩家 同时被守卫守护和女巫救起 则视为死亡 积分规则 每位选手的初始积分为10分 比赛胜利加3分 失败减2分 MVP加1分